狮子和驴 很久很久以前 驴很孤独 没有一个动物认识它 它也没有一个朋友 忽然有一天狮子来找它 狮子曾经和驴见过几面 第一次见面 狮子还很害怕这个怪物 说它像马不是马 说它像大象也不像大象 那么大的一张嘴 那么长的一排牙齿 叫起来怪声怪气 还真让它害怕 后来狮子见了它两面 知道这是驴 也了解了它的性情 没有马跑得那么快 没有大象那么有劲 只不过是个 喳喳呼呼的一个窝囊废 驴见狮子主动来找它 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狮子对驴说 火箭 火箭 咱们合伙去打猎吧 咱们 驴子听到寿中之王 把它和大王并提为咱们 更是激动 更是激动万分 驴还能说什么呢 它乐呵呵地跟在狮子的屁股后面 颠颠颠地上路了 一路上 驴生怕狮子突然变卦 不与它合伙 就时时想表现出它的能耐 路上听到百灵鸟 在远处提叫 驴就显出一种 十分瞧不上眼的样子说 哎呀 百灵鸟叫得真难听啊 大王 您听我的 说着 它挺胸羊头 咧开大嘴就叫 狮子赶紧捅了捅它的屁股 冷眼看着它说 得得得 你让我多活几天吧 驴受到训斥也不生气 仍然是乐呵呵地 跟在狮子的屁股后面 颠颠地跑 路上 看到鹿在远处欢快地跳舞 驴就用讽刺的口气 哼哼唧唧地说 哎呀 小鹿跳舞的姿势真难看 大王 您看我的 说着 它撅起无毛的屁股 竖起两只灰不拉击 软不拉遢的耳朵 拉开姿势就要猛跳 狮子赶紧揪了揪它的耳朵 扳起脸对着它说 烧停烧停吧 我不想受这份刺激 当然 驴还是不动气 仍然是乐呵呵地跟在狮子的屁股后面 颠颠地跑 跑着跑着 他们发现了一个野羊居住的山洞 狮子低下头 狮子低下头 仔细辨认着洞口的脚印 一边思索着 一边说 从脚印上看 野羊刚刚进洞 嗯 这样吧 我在洞口监视 你进到洞里去 这 这 驴一下子变得缩头缩脑 边向后退 边苦笑着说 听 听说野羊很厉害 我 我 狮子把驴拉到一旁 拍拍它的嘴巴说 你和百灵鸟究竟谁唱得更好听呢 当然是我了 驴一听这话 很神气地嚷嚷起来 狮子又说 你和小鹿究竟谁跳舞跳得更好看呢 这还用问 当然还是我呀 驴一摇头晃脑 更加神气地说着 狮子接着又说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 你进洞里 不和野羊们搏斗 只管唱歌跳舞 怎么样 驴不太相信他说的 真 真的 狮子说 真的 驴听了这话 高兴地跳了起来 那好 我进 我这就进去 说着 他一头扎进洞里 洞里的野羊们正在休息 一见 钻进来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 顿时都愣住了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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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找个缝钻进去 驴叫完了 又撅起无毛的屁股 竖起两只灰不拉几 软不拉他的耳朵 一扭三晃地跳起舞 驴东跳一脚 西蹦一腿 在山洞里张牙舞爪地乱扭着 野山羊们吓得活都快没了 藏没处藏 躲没处躲 只好往洞外逃 洞外 狮子早已伸出锋利的爪子 等待着往外窜的野山羊 就这样 从洞里逃出来的野山羊 一只一只地被狮子生情活捉了 这时候驴也跟着钻出山洞 一见野山羊都被捉住了 顿时又来了精神 他仰起头挺起胸 眼睛瞅着天空 故意在狮子面前买着四方布 夺来夺去 狮子撇了他一眼 没理会他 驴见狮子没理他 就把头抬得更高 布子卖得更重 故意踩得土地咚咚响 可是狮子瞥了他一眼 还是没理会他 驴急了 冲到狮子跟前大声地喊着 我把野山羊都轰出来了 我是不是战斗得很英勇啊 你怎么不表扬我呀 狮子平静地说 你该明白呀 我要是不知道你是驴 也会怕你的 驴也会怕你的 他就这大声地下 你